中雨赛时与其顺利过关,女单小花爆冷淘汰戴姿影,2018年世界与连世界群回赛中国公开赛继续进行首轮角逐,中国队表现不俗,时与其直落两局战胜严谜的苏吉亚托,高榜节以2比0淘汰头号种子戴姿影,陈清晨甲亦凡顺利晋级,流程张男则止步首轮,时与其和苏吉亚托此前交手过两次,双方各胜一场。 首局开始后苏吉亚托就迅速领跑,他顶住时与其的几次冲击保持领先,在12比15落后时,时与其再次反扑,他连追三分扳平,16平后苏吉亚托又拿两分再次拉开,他以20比18率先拿到局点,时与其临危不乱,连就两个局点追平,苏吉亚托之后又浪费了一个局点, 时与其趁势连得三分,以23比21先下一程,第二局两人几次占平,6平后时与其把握机会,连得5分拉开领跑,之后的比赛时与其牢牢控制场上局势,他不断扩大优势,以21比13再下一程,他以2比0淘汰苏吉亚托晋级。 第二轮里,时与其将迎战韩国老将李炫一,高仿杰和戴资颖此前有过一次交锋,2016年中国台北公开赛,上戴资颖以2比0获胜,这场比赛开始后高仿杰就打得积极主动,很快以8比4,11比6领先,在局内暂停后,高仿杰继续保持领先,他盯住戴资颖的反扑,以21比17先升夺人。 第二局中戴资颖率先领跑,一度以12比8领先,高仿杰,抓住机会连拿6分实现反超,这之后他越战越勇,成功扩大优势以21比16锦上添花,高仿杰以2比0爆冷淘汰戴资颖,这场比赛只进行了36分钟。 南双赛场中国队起优参半,4号种子刘成张南只抵抗了30分钟,就以19比21,14比21连丢两局输给燕尼的阿珊塞迪亚万。 黄凯祥王毅率以2比021比11,21比16战胜中国台北的李哲徽李扬。 第二轮里,黄凯祥王毅率将挑战阿珊塞迪亚万,女双首轮中国队又有两队组合晋级。 三号种子陈青尘甲一板,只用了22分钟就以21比11,21比13连下两城淘汰一对美国组合。 汤金华与小韩同样是2比0,21比11,21比10,轻取日本的扶外上子与牛胡桃,中国队又有两队混双晋级。 投号种子郑思维黄雅琼控制着厂商局势,他们以2比0,21比18,21比17战胜马来西亚的陈炳顺吴六营,卢凯陈楼义2比021比12,30比29线胜德国的拉姆斯福斯赫特里奇,郑思维黄雅琼第二轮将对阵印度的兰基雷迪庞纳帕。